想变姐姐型A一点的 哈喽 今天带着什么想法呀 想变姐姐型A一点的 想变姐姐型A一点 那不应该是酷酷的 撒撒的吗 对吧风格 然后你现在对于你头发 觉得有什么是你不满意的吗 不满意就是显得头很大 放量很多 对放量太多了 你这下面是烫过的吗 之前烫了剪掉了 然后这可能有一点 有点翘了对吧 包括在这个长度 你自己对长度上面 能接受多长 可以接受到这 短一点的 这么短 低一点是吧 带着想法来的是吧 就知道大概自己 适合什么样的风格的 挺适合的练身 我建议不要去剪那种短刘海 因为很多偏A一点的 就可能会剪一个 这种很短的刘海 压低了就是整体的感觉 其实你没必要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 这种偏撒撒的 就是一往一边撩的这种感觉 因为你头顶不是偏贴吗 头发风的这时候 我就会显得头顶会偏方 所以偏方的前提下 我建议还是偏分会走的 会比较好一点 有两种风格 一种就是说 在于颜色上面 去突破一下 就是做一些比较 个性一点的颜色 要么你就属于黑色 深色 就是蓝黑啊 黑色啊 色调为主 要么就染一些 就是比较艳一点的 什么 粗眉红 梅拉红 这些颜色 但是它是比较酷破性的 我不知道你工作 能不能适合于这种感觉 就想染个红一点的 也是做好工业的 是吧 可以 想染什么样的红感觉 粗眉红 这次就想走个偏撒一点 酷酷的感觉 那就交给我吗